昨天晚上我们从这个墨西哥城啊 坐大巴来到这个美丽的山城 叫做Guanahato 入住的叫加拿大人办的RMBB 它在这个小城的旁边的山坡上 这个小城呢 周围全是山 你看有五彩斑斓的各种房子 下面就是它的central 就是它的市中心 昨天晚上我们去了 我们另一集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整个的建筑 都是几百年以前的殖民地时代的 有很多的艺术家的标准 这个城市呢 是墨西哥很有名的一个college town 一个大学城 有很多的年轻人 很装饰很精美的这种艺术 有很有艺术氛围的各种小店 然后很多的餐馆也都是满满的 昨天我和我孩子们还有家里人 从那走着走 然后我们又摸着黑 从这个市中心 又爬回了这个旅馆 昨天那个步行是非常有意思的 晚上黑咕咚咚的 然后狗在叫 它那个狗也是撒痒的 这狗就在路上 在马路上晃悠 所有的餐馆人都很非常满 昨天就有点震惊 这是不像一个发展中国家 感觉好像都很有钱似的 当然了其实也不需要很多钱 这地方的物价水平大概是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 这给人B&B呢 它这个owner叫Susan 我们跟他聊了一会儿 在这儿好像雇了当地的人 给他干一些活 到门口人家主人就在门口迎接我 这是第一次 从来没有过这种待遇 生活了 退休了 其中的一个房间 这是厨房 哎呦 厨房 经营这么六七个 Apartment也是很大量的工作 当然他和他先生呢 也是全力以赴的在做这个事情 说他给我们昨天讲 这就是他们的生计 他的老公呢喜欢做木工活 今天早晨一早就出去了 然后给他的客户去做厨房的柜子去了 我说我问他在加拿大的时候 他老公是不是做木匠 他说不是 这只是他的一生的爱好 这跟我也很像 我也会 我也很喜欢这种各种木工活 他这还有一些散养的鸡 你人往这一站他就过来了 很寂寞的鸡 咕咕咕咕咕咕 今天早晨倒是鸡倒是没有叫 我们担心早晨去叫 老早就去叫 把我们叫醒了 听着这各种狗在叫 今天早晨是吃了这个 东家 NBNB的owner他们给我们做的早餐 还有一个 就是用这个 气下的蛋做的 很好吃 这个小院子 Linescaping做的真是非常漂亮 像这个有很多的 仙人掌树 看这个好漂亮做的啊 这个小城的晚上会更漂亮 昨天晚上我们摸黑爬山路 晚上这个灯光亮了非常漂亮 这还有火堂 昨天太太讲啊 真真是世外桃源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弄个小房子 进一个NBNB 在这儿养老也是不错的 巴拿花通呢 有些人担心说是 治安好像比墨西哥其他地方要乱一点点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感觉出来 安全也好危险也好 这都是这都是相对的啊 区区像美国一样是吧 都跟区域有关系 你看这小 这个小样多漂亮 这个颜色都比较柔的 他刚才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回来以后 进他们这个楼的门厅 你看有颜色多么的striking 这一块也很有意思 一个阳台这儿 看这小城 看这小时